打第一个球 游戏友扑下来 先给二磊再传一磊 林维恩在2013年 多次展现海盆耀的飞浮美技 出现在电视台的五大好球 一度被球迷分为咖啡小时 球迷高人气球星 和当时一大戏牛队的当家游击手 林维恩在最近两年因为打击表现 始终无法提升 向上年轻新秀不断加盟 让他浪出了先发游击手的位置 林维恩即将在球迷开打后 百三十岁 职棒生涯也迈入第七年 提前面临了 爆球的中年危机 年轻的球远现在越来越多 我觉得这对职棒来说是好事 因为以往 你讲我没有竞争的话 整个棒球圈成长的幅度也比较小 然后现在多了很多年轻的 年轻的潜力新秀进来 然后也会逼迫自己成长 如果以前来讲的话 30岁算是心智或是技术最成熟的时候 但是因为现在18岁就可以打直棒了 然后变成30岁就变成很像有点算老将 然后我 我就是自己的心态就是每一年 我就当最后一年再拼嘛 就尽力啊 不要留下 到时候如果没球打也会有遗憾这样 我的目标是 当然前提是希望能稳定的赛一军 然后 有没有上场这当然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 我们就把自己说到最好 然后家庭需要我们的话 就是想办法不要让教练球迷失望 新国体育三题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